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全面動亂要來 習被迫啟動中央國安委職能 中共傻眼 美劃風大變 上千套攻擊性大殺器將奔赴這裡 中國富豪流失全球居首 大多移民哪四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20日 星期四 向大家報告 我們已經恢復阿波羅網副頻道的視頻日更了 在朋友們的集體支持下 副頻道也開始恢復盈利了 在本視頻結尾 我們會介紹副頻道的最新內容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全面動亂要來 習被迫啟動中央國安委職能 近日 國際社會兩件華時代大事 一是七大工業國統一口徑建制中俄 二是瑞士舉行烏克蘭和平高峰會 兩件事非比尋常 據指標性 都將中共逼上世界公敵的不歸路 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資深媒體人顏淳溝發文說 七大工業國本不是鐵板一塊 習近平的親俄路線徹底敗壞了中共的處境 北約各國雖有厲害考量 但面對俄國的虎狼之師卻是安全的大問題 安全問題壓倒一切 中共一日挺俄 北約就不可能情忠 這點小常識 以七國之經濟實力 對付中共戳戳有餘 以七國之軍事力量壓倒中共也勝券在握 普京只剩半條命 朝鮮 伊朗都自顧不暇 習近平獨立難之危局 文章說 烏克蘭和平峰會近百個國家參與 場面聲勢浩大 全體代表起立鼓掌 向澤連斯基致意 這都是當代國際政治中難得一見的大場面 有評論將這次峰會視為美國另立國際聯盟的前奏 事實就是如此 中共多年來歷就脅迫中小國家 卻朝糾戰聯合國 世衛組織成了中共執行機構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一度竟是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長 聯合國該做的不做 不該做的做了一大堆 美國與西方國家基本上被邊緣化 今次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便是新的國際聯盟的一次預演 勢在必行 只是時間問題 文章還說 至於大陸內部 形勢之惡化也遠比我們想像的來得迅猛 最近爆炸消息是 廣西北海政府公告取消城管 城管是中共維穩部隊 連城管也要取消 證明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 而廣西北海是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 今日已淪落到要取消城管 其餘的基層政府更不難想像 鑑於社會狀況快速惡化 習近平被迫啟動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 各省第一書記領銜國安委 全權調動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武警總部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情報局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絡局 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外交部 中央外宣辦等部門明確責任 減少不同部門之間互相扯皮 目的都在準備應付政權失能 社會失控的狀況 全面社會動亂可以預期 所以國安委要臨危受命了 文章最後說 一年前不可想像七大工業國同進退 不可想像近百個國家站隊撐烏克蘭 不可想像基層政府取消城管編制 不可想像國安委統籌維穩事宜 一切都來得太快 快到日日有新鮮事 日日令人瞠目 中共傻眼 美劃風大變 上千套攻擊性大殺器將奔赴這裡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18日公告 國務院已核准台灣請求購買的720套彈簧刀 300型遊蕩攻擊導彈系統及相關設備 約6,020萬美元和至多291套ALTI-US600MV無人機及相關設備 約3億美元 總價約新台幣116億6800萬元 是拜登任內第15度軍售 從美國政府對台軍售武器裝備的交貨速度 可以看出美方對台海局勢和台灣軍隊武器需求的判斷 美國國務院19日表示 這兩筆軍售將在2024年至2025年間交貨 最快從今年起 台灣就能接收這些武器 根據烏克蘭戰場的經驗 彈簧刀等無人攻擊機能精準獵殺敵方人員或裝甲車輛 如果中國解放軍武力犯台 即使部分解放軍登陸台灣 也將面對彈簧刀獵殺 殺傷力極強 台灣國防部表示 攻擊型無人機近年來在實戰中成為戰術新選項 台軍採取軍購和國造同步並行 希望在全球產能受限的狀況下 加速完成戰力建制 結合各類機動精準飛彈 構建重層嚇阻能力 根據美國國防安全合作數 彈簧刀300型遊蕩攻擊導彈系統由空境公司製造 據打擊人員和裝甲目標的能力 ALTI-US600MV無人機由Andro公司生產 配有可伸展式彈頭及電光紅外線攝影鏡頭的 油蕩彈藥 據反裝甲能力 美台商會會長韓魯博表示 他相信這兩批軍售案的項目 可以在未來18個月內製造完成 生產產能方面不是問題 韓魯博指出 美國核准出售這兩款無人機 將大幅提升台灣的武器庫存 防禦外來攻擊 同時也可以攻擊台灣海岸線外的解放軍軍備 他還表示 台美將需要討論哪些武器交付共同生產 以使台灣生產武器的計畫更具財務可行性 中國富豪流失全球居首 大多移民哪四國? 6月18日 國際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亨利合伙人事務所發布2024年亨利私人財富移民報告 專門介紹百萬富翁的最新淨流入和流出情況 即擁有100萬美元或以上流動可投資財富的富裕人士 簽入某個國家的數量與該國流失富豪數量之間的差額 報告顯示 去年和前年 中國高淨值人士外流數量居世界首位 預計2024年中國富人外流人數將達到創紀錄的15,200人 再次拘手 給中國經濟帶來進一步衝擊 撰寫者亨利合伙人事務所表示 很難知道移民帶走多少財富 新世界財富研究主管安德魯·阿莫伊爾斯表示 但根據我們的經驗 通常流動最多的高淨值人士 是那些擁有3000萬至10億美元財富的人 對於離開中國的富豪來說 傳統上熱門目的地包括新加坡 美國和加拿大 而日本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目的地 報告沒有給出移民美國的中國富豪確切人數 也沒有說明中國人移民美國的原因 近年來 加拿大華人社區顯著增加 尤其是卑詩省 日本房地產經濟人和其他關注人口外流的人士也表示 中國經濟放緩和股市低迷也促使富人離開中國 截至去年底 日本約有82.2萬中國居民 比上年增加6萬 創近年來最大增幅 阿莫伊爾斯說 日本的生活方式非常吸引人 有美麗的公共花園和高爾夫球場 而且根據全球和平指數 日本被列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今天副頻道的視頻是 江平事件是徹頭徹尾的炒作 使作俑者必遭反噬 中共高層全線緊張 中共下達全面晉升令 習在面對足夠壓力時會改變決策 您可以點擊視頻右上角觀看 再次感謝支持我們重新申請盈利 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的朋友們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收看 noodles 戰略 通訊